面对着众多队长使出的万劫 星十字骑士团的灭雀师们 露出了不可言表的笑容 随后他们用行章将队长们的万劫夺走 这让众人目瞪口呆 他们从没听说过万劫还能好到端的消失了 大狗队长仰望苍穹 他深刻意识到自己的万劫已经离他而去 小白呆愣在原地 他感觉自身周围空空荡荡的 无论如何呼喊心中的冰龙丸 也没有任何东西给他回应 小白无比痛苦 也无比沮丧 他痛苦地嘶吼出声 但是尽管生死历劫 却是什么都换不回来 此时乱局愣在原地 他很久没有见过少年老称的队长激动如此了 还是小白的一声怒喝 让乱局赶紧把这事情通报给失魂界所有人 万劫绝对不能使用啊 会被夺走的 乱局反应过来后 才当机立断 使出天挺空螺 其他正在跟贼军酣战的队长们才知道了这个消息 万劫竟然会被夺走 娄侍郎一脸的不可置信 而瓶子更是暴怒极了 那群废物在做什么呀 本来就处于劣势了 居然集体使用万劫 导致被对方夺了底牌 这也是要集体找死的节奏吗 当下还是卯之花队长最为淡定 他分析着尽管这个消息是十番队报告的 但是看样子二番队 六番队和七番队的队长万劫 似乎也被夺走了 聂简利队长怒气不争 这些蠢货为什么如此沉不住气 只要再给一些时间 老子一定能研究出来啊 这一消息也传到了一番队的队社 正要出战的山本总队长 也终于知道了这个情况 身经百战的惊乐春水大叔 此刻正在跟星十字骑士团的罗伯特对峙 罗伯特说自己感觉很庆幸 因为如果他们上次的袭击碰上了聂简利的话 聂简利很有可能就在一天的时间内 研究明白万劫是如何被夺走的 可惜 当时他们没有碰到聂简利 也没有留下任何活口 从而给聂简利机会 现在此时的仓皇应战 为了打败自己等人 而不得已使用了万劫 结果却正好因此落入了陷阱 罗伯特分析的头头是道 不过京乐大叔似乎对眼前严峻的形势很看得开 事实是 想要取得胜利 就总要有牺牲者 后人必须踏在前人的尸海上 才能顺利地走下去 看到京乐似乎没有吐死湖碑之感 罗伯特立马就发动了攻击 他猛地扑向京乐大叔 速度之快 出手之迅猛 让人叹为观止 他拿着一把手枪 抵着京乐大叔的脸开枪 好在京乐身形一动 才闲闲躲了过去 此时罗伯特步步紧逼 攻击一波接着一波 如潮水绵延不绝 京乐大叔终于没有躲开他快速的攻击 被罗伯特打上了一只眼睛 他停下来一边休息一边自嘲 果然 自己虽然面上瞧着平静 实际上内心早已经波澜起伏 因此 终究受了伤 在战场上 与哈斯沃德对战的可承丸毫无悬念地倒下了 智奶和龙之介等人 只能无助地呼喊着可承丸的名字 此时立于屋顶的哈斯沃德 则面无表情地俯视着下面楼一般的死神 这群小楼落 显然已经完全失去斗士了 他寝室漂浮在半空中的尤哈巴赫 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可尤哈巴赫似乎也不想管 只交代这些人随哈斯沃德处置即可 当然 想留他们一命也不是不行 尤哈巴赫知道 哈斯沃德本身就对弱者有怜惜之心 于是给了他可以特赦敌人的权利 与艾斯诺特对战的白灾万劫已经被夺走了 这反而让炼刺怒法冲灌 因此他明明知道现在不敢使用万劫 还是在艾斯诺特亮出了万劫的架势 好在炼刺疯了 白灾还没疯 他怒喝出声 打断了炼刺的举动 他痛斥炼刺真的是昏了头 你是打算让自己的万劫也被他们夺去吗 但炼刺还想辩解 毕竟现在除了使用万劫 他真的不知道如何才能打败这群可怕的贼军呢 此时静灵庭到处都是战火硝烟 死神们几乎是被星十字骑士团的人吊打 阿静思前想后 终于决定要做一个违背队长意志的决定 就是让人赶紧联系黑旗衣裤 手下吓坏了 这事要是队长怪罪下来的话 大家都吃不了兜着走 可阿静管不了那么多了 他强硬的要求部下马上去联系黑旗衣裤 所有的责任由他自己一力承担 但怎么才能联系上那个飘忽不定的死神代理呢 这时候 大家才想起来死神代理证 可随后这时候他们发现了更可怕的一件事 代理证在现实 但是黑旗衣裤却不在 而从灵子痕迹来看 医护是去了虚拳 阿静真的呆住了 医护去虚拳做什么呀 然而事实就是事实 好在医护把代理证扔到了浦原喜柱的杂货铺里 阿静决定当机立断 赶紧联系浦原喜柱 医护八成现在正跟浦原喜柱混在一起 喜柱终于联系上了 他接起电话 发现是阿静打来的 赶紧开始嘘寒问暖 攀谈家常 阿静 你最近好吗 毕竟喜柱也是技术开发局的第一代局长 严格算起来 也是阿静的老领导了 可是浦原喜柱这个态度 把平时一贯沉稳的阿静气得暴走 谁有时间跟你闲扯家常啊 我要找的是黑旗衣护 赶紧把电话递给他 看着暴躁的三席 技术开发局的其他同事 不由得叹为观止 最近阿静先生也变得暴躁多了呀 可是任凭阿静如何暴躁逼迫 浦原喜柱始终十分淡定的回复 他说 自己现在还真不能找医护 因为现在医护也忙着呢 他正在跟虚圈狩猎部队队长 记录节打得不可开交呢 阿静彻底惊呆了 而技术开发局的其他死神 也都呆愣愣的 黑旗医护在虚圈和灭雀施战斗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不过随后阿静就立马意识到背后的原因 灭雀狮居然在虚圈也展开行动了 黑旗医护因为发现了这一点 而去虚圈迎敌 但一想到黑旗医护竟然比他们 还早一步发现了灭雀狮的异动 阿静突然感觉 自己十分失败 技术开发局这么多活了N9的学霸呀 居然还没有一个代理死神感觉敏锐 而更打脸的是 阿静从蒲原喜柱那里听说了 医护面对星十字骑士团的灭雀狮 竟然占据上风 联想到失魂街的队长们被灭雀师们 打得惨不忍睹 这找谁说理去啊 喜柱将医护战斗的现场实况 转播给阿静 得知记录节此时已经被医护逼得没辙 且他想尽办法封印医护的万姐 都没能成功后 阿静这回更是呆若目击了 主角光环的作用竟然强大至此吗 为什么队长们的万姐就都被夺走了呀 此时听到阿静的情绪十分不稳定 蒲原喜柱也终于收起了一贯的玩世不恭 他早知道失魂街那边有外地入侵了 现在看来那边的情况已经十分不妙 他仔细询问阿静失魂街目前的状况 因此就得知了护庭十三队两千多人已经阵亡 脊梁的灵压也消失了 而陆奇亚修兵等人也都身受重伤的消息 这听起来几乎就是夸要团灭的情绪 与此同时 基路节这边也十分崩溃 为什么自己不能把医护的万姐夺走呢 星章居然第一次面对死神的时候就失败了 他真的十分不理解 为什么自己都是完胜体了 医护还能凌驾在他之上 特级战力难道真的强悍至此吗 基路节真的不愿意认输啊 两人随即开始又一轮激烈的交锋 灵压猛烈地撞在一起 引发的爆炸让天地为之变色 基路节射出无数灵子箭直击医护 可医护轻易就将其一一挡开 此时他也十分好奇 为什么基路节这么执着 一定要对自己的万姐下手呢 但基路节怎么可能把自己的秘密告诉敌人 他在思考着自己的战术 因为无法夺得万姐 现在他必须保证静血装全开 才能安然面对医护的攻击 可是静血装全开的状态 就不能操纵冻血装 没有冻血装 自己就没有攻击了呀 难道 要自己向领导求援吗 基路节十分纠结地思考着 其实医护也在研究着 为什么基路节一定要封印自己的万姐呢 难道灭血师十分害怕万姐吗 但这句话一说出来 基路节立刻就炸毛了 他咆哮着 怎么可能 五等无形帝国怎可能有惧怕之物 眼见基路节就要发飙 但下一秒 他却突然倒了下去 医护一脸懵逼 他回头发现 普元喜柱不知道什么时候站了出来 原来喜柱趁着基路节不注意 便给了他致命一击 然后医护还没来得及反应 喜柱就把手里的电话扔了过去 他告诉医护 现在失魂界情况紧急 必须马上回房 传戒门已经启动 详细情况 就在路上听阿进的汇报吧 这时候失魂界里技术开发局的人们十分高兴 医护正在赶往失魂界的路上 想到黑其医护 技术开发局的众人仿佛看到了希望 虚圈里 知己和茶都一脸诧异地看着突然结束的战斗 他们想问问喜柱 究竟发现了什么 但普远喜柱让知己和茶都去捡尸体 把记录节身上的那个圆盘一样的东西带回来 他要好好研究 为什么灭雀师能封印死神的万劫 医护一边赶往失魂界 一边听阿进的汇报 敌人都是灭雀师 并无一伤亡 但失魂界已经牺牲了2245名普通死神 56名习官和一个副队长 且数字还在迅速地增长中 医护听得冷汗直下 失魂界居然一下损失了这么多人 在得知恋词和路奇亚等人暂时安全的消息后 他才稍微冷静了一点 不过在知道敌人能夺取死神的万劫后 医护就彻底震惊了 他一开始只是以为记录节要封印他的万劫 却不料对方竟然是要夺取 他仔细询问阿进 可是阿进也说不明白 他自己也都想不通 碎丰 白灾 大狗和小白的万劫究竟是怎么丢的 医护听到这个消息 再次愣住了 喜柱正在加紧分析敌人的资料 他收集了刚才记录节与医护战斗的数据 已经大致分析出来 于是他告诉医护 对付这群灭雀师最需要注意的三点 第一点就是灭雀师完胜体 第二点就是灭雀师的血装 灭雀师把灵子灌注到自己的血管中 就可以飞跃性地提升自己的能力 不过血装分攻击防御两种形态 这两种形态无法共存 只能来回切换 刚才喜柱之所以能对记录节一击毙命 就是因为记录节最后被医护气到了 他将防御血装改为了攻击血装 而切换状态的时候 就是灭雀师最弱的时候 第三点就是他们可以夺取万劫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无法夺取医护的万劫 所以喜柱觉得 他们应该是特意趁着医护在虚圈的时候 才趁机攻打失魂节的 喜柱让医护不要过度勉强 自己在办完虚圈的时候 也会立马赶往失魂节的 医护正听着喜柱和阿进等人的嘱咐 突然发现一些灵子剑在断结中指射向自己身前 然后断结的出口 居然被一堆灵子光束给锁死了 而与此同时 喜柱这里也出了大事 茶渡为了保护喜柱 更是被打了好几个窟窿 原来记录节并没有死 他使出了乱装天魁 颤诚巍巍地爬了起来 强迫古断金折地自己站起来继续战斗 他怒吼着 自己就算赌上陛下赐予的姓名 也不能让黑奇医护回到施魂界 随后 一股强大的灵子树向医护起来 医护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一个灵子笼子裹住了 后面传来了记录节丧心病狂的笑声 可惜啊 可惜 还差一点 你就可以回到施魂界了 但现在 你只能如龙中鸟一般 无计可施地等待着施魂界的命王 我是黑白 下期见